就是不是說我飽了 都肯定吃完它 小孩子吃不完那些東西 我也吃完它 其實很多家長都是這樣 沒錯 以前我爸爸媽媽都這樣教我 不要浪費啊 自己吃完都好了 現在還要吃別人的那些 更加差 所以我說你吃到你飽你就停了 都有自製的 你說為什麼晚上可以吃 宵夜 我說可以吃 因為你如果晚上吃碳水化物 就是吃糖 喝杯牛奶或者喝杯果汁 你那些糖在血裏面很高 你睡覺的時候又不走去動一下 那你覺得那些糖會去哪裡 糖就會變成肥膏 但是如果你睡覺的時候 之前你肚餓 你去吃雞腿 那些是什麼來的 蛋白質 蛋白質不變糖的 蛋白質變什麼 變肌肉 所以你如果肚餓的時候 你想吃宵夜嗎 吃肉 吃蛋白 沒有問題的 吃雞腿就記住不要吃皮 不吃皮 沒錯 因為皮又是肥膏 不要吃鹹 不吃皮 剛才你提到 你說你的減肥方法 這個Metabolic Diet 中文是叫代謝食療 介紹一下 是什麼的食療方法 其實我寫這本書最重要的就是幫助肥胖的人 肥胖的人有高血壓 心臟病 糖尿病 然後幫助他們減肥 如果能夠減肥 那三樣病 全部消失的可以 所以我就是要教他們 怎樣減肥中間的肥肚腩 最重要是要減肥 最重要是要減肥 那怎樣減肥呢 我們有三期 沒錯 沒錯 有三期的食療 第一期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把你身體裡面的糖分消耗了 你身體裡面的糖分 我們就叫做Glycogen 在肌肉和肝上 你有三天 如果你三天不吃糖 你三天就用盡 那第四天 難道你的血糖變成零嗎 不會的 你身體不會讓你的血糖低到零 那為什麼 因為身體到時 如果你血糖低到某種程度 自不然 那個荷爾蒙會產生 就是把你的肥膏變成糖 我剛才說你吃糖變成肥膏 應該要把你的肥膏變成糖 那麼在兩個星期之內 在第一期食療裡面 如果你兩個星期之內跟著他吃 你就會變成消耗肥膏 那麼我知道你消耗肥膏之後 我就讓你吃第二期 那麼第二期我就給你多一點糖 我所謂糖的就是澱粉質的東西 我給你多一點 但是我控制你吃多少 加拿大政府說你可以吃300克的糖一天 我第一期的食療只是吃20 第二期的食療是20至60 所以我會減低很多的糖分 然後你會繼續減肥 大約是兩磅左右 一個星期你減兩磅左右 那麼吃到你說我夠了我不用再減了 那就是吃第三期食療 最重要就是不要說吃得完的 減肥這件事 這個是一輩子要這樣吃的 所以你減了之後你要學一下怎樣 控制自己的食糧或者控制吃什麼東西 令你不肥用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有三期食roe 第三期不一定要说是你先减了 说我现在去旅行 我说吃吧 你吃第三期 总之你不要加 没有人说减肥一直下来的 你减肥 你自己休息一下 控制住先吃第三期 又吃第一期 又吃第二期 又第三期 又控制一下 总之不要下来就上去 这样就大件事了 减肥之后加肥就大件事 什么事呢 如果你减肥的时候 我告诉你 多数人都会减肥高 水和肌肉 那你加的时候加什么 不是加肌肉 加肥高 因为你无意义 不见了那些肉 加肥 然后不见了那些肉 加肥 那就最差了 所以不要叫Yoyo Dieting 好像摇摇那样 升落升落 就最坏 那那个病人 当时我就说 如果你没有想着 一生这样吃 你就不要吃了 因为我不想你减了50磅 又加50磅 一定要跟着他一生这样吃 但是其实 我知道很多食物来说 有些人就说 减肥的食物很难吃 但是其实 很多我们日常生活 平时接触的食物 都可以用减肥的食物 我里面想说的食物 全部你去超市场买的而已 不过我就是教你 说你不要吃披萨 你不要吃薯仔 有几样东西不要吃的 干的 曬干的生果不要吃 因为很高糖分的生果 是不是 有很多东西你都明知了 你会不会去超市场买肥膏吃 是不是 不会的 那些很正常的反应 但是我很多糖的东西 很多病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我教他们 那些糖分如何去分析 好吃的 那些东西哪里好吃 我将来会有个食堡 OK 最重要就是要清楚自己 其实摆得到口的 每一样的食物 那个分量其实是什么呢 可能听到说 怎么可以做到的 不是叫你一天 即是立刻做到 但是慢慢可以学习 慢慢去市场买的时候 开始留意一下 尤其是有病的人 一定要是这样吃 就要这样吃 没办法 是吧 希望大家都一个健康的身体 今天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